好 这一消息马上来关心的就是为在基隆北宁路山上这两千顿的巨石 到底呢 这一出工程要如何来进行 事实上从今天上午展开 基隆市政府一大早就出动了大批的工人前往山区 而我们的主播陈燕燕也已经来到现场带给大家第一手资讯 把时间交给燕燕 好的 雅倩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在基隆巨石崩塌的现场 而现在呢 在我的后方就是当初有一栋民宅呢 被土石流冲垮之后 现在相关的经理工作都还在进行当中 另外呢 在这边山上还有一颗两千多顿重的巨石 那么目前呢 今天最新进度是基隆市政府的公务处 他们要继续来进行开路的动作 是从杠子辽炮台这边呢 要往前来开出一条将近是五百公尺长的道路 主要呢 是希望可以赶快把这些大型的器具 全部都运到里头 能够尽快来进行之后的破石工作 而现在呢 整个工期来说是长达十二天 那么两天的时间要开道路 五天的时间要进行破石 再花五天的时间来做环境的修复 以及相关的水土保持 而这一轨比较特殊的是呢 他们所用的破石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是所谓的无声炸药破碎工法 这主要是因为呢 这个石头实在是太大了 也因此了 现在呢 他们要用所谓的化学药剂呢 来填充进去 所谓的膨胀剂 而且塞的方式相当特别哦 不是说呢 凿一个洞 这样塞进去就可以 必须呢 先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规格出来之后 然后是以塞一格 控一格 塞一格 控一格的方式 他们表示说呢 这样子的一个工法呢 是能够将这颗石头破碎等等 让这个膨胀剂是发挥到最好的效用 也因此了 现在呢 在开路之后呢 将要进行的是像这样子的无声炸药破碎工法 但现在呢 也有学者专家说了 因为这颗石头其实强度还蛮强的 所以有没有办法在五天之内完成 可能需要多加努力 而现在呢 我们的记者呢 也跟着这个工程处的人员呢 在上山的途中 那么稍后呢 我们将会有来自在今天现场的工程处的最新消息 现在呢 将现场交还雅倩 好 谢谢燕盈的连线报导 我们看到这巨石呢 要进行清除恐怕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稍后会持续来带你掌握后续的发展